放冠军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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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两分命中张宁 三分 三分 还有三分机会 三分 不给三分 全不给三分 不要写法 三分外面别写法 坏人 所有人坏人 坏人 不给三分 但是出现了失误 张宁 八秒钟的时间 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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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秒的时间 所有人换人 别放过 球拳 球拳给掉GT 究竟这个球 到底由谁来终结 不要给三分 放过 放过也行 放过也行 放过 五秒钟我们领先三分 他们如果说投进个三分球 我们这场就是打平 放过以后 给阳东西发球 他就算两话全中 我们还赢了一分 他就算两话全中 犯规 先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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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犯规 两次罚球 这次我们提前犯规了 这次没有犯第一次的错误 我们先犯规 让他们罚球 然后 时间就被消灭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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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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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把中一 三把中一 三把中拿球 龙骑士的球权 三点六秒 直接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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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是同样的 犯规 因为他们没回事件 他必须得犯规 才能有时间 如果张宁罚见一个 确保我们不能输 张宁罚见两个 确保我们肯定 一罚命中 兩把全中 竟然 洄aları随便投 最后三秒钟 拥蒙 从到不犯规 3 2 1 好 恭喜龙锡士拿下第三场比赛的胜利 张宁就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球员 而越是关键的时候他越能接 两次关键的伐篮 我能够把这两个球伐进去 担心受怕了一晚上 又神奇地逆转了 比较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确实很棒 但是我不想再接一个 我希望再接一个继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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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就就 罚球在关键比赛的时候 可能显得不是那么显眼 但比完赛你看到一个数据以后呢 如果你那场球是细败的话 你就会看到这些问题 给我的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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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第一场球我没放过 让他露过三分 这两球我就发难 直接放回来了 我真的是非常谢谢他们 能够让我赢 因为我不想看到他们被淘汰 我也不想我们被团灭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知道今天你的造型是谁吗 你是拜下小马哥吗 靠着不累吗 来你说一句小马哥的经典台诚 我等了三年 我等了三年 就是为了等这个机会 不是为了证明我多了不起 我要跟大家证明我失去的音量 拿回来 恭喜第三队龙骑士的队伍 全员紧急 这就是灌篮 全国总决赛 没有给球队带来贡献 然后我就紧急了 可能就是躺赢的那种感觉 我心里是很愧疚的 看决赛 50位灌篮女孩 和50位灌篮男孩 欢迎热爱篮球支持灌篮的你们 接下来的三场EV1 将由他们和领队分别选出上场球员 我相信这个观众投票 他们是很公平的 因为他们有他们喜欢的球员 挺尴尬的 又不能弄到77 一人安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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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特别好 这就很像心动男生一样 就是看谁长得帅 看谁顺眼就选谁这样 我觉得很有意思